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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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走吧 运务队那边集了装货 集什么明天才起运 你哪 叫的 这他们是你带的地方吗 看什么看啊 滚 走吧 走吧 别搭理他 走 滚 滚 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仓次郎 到 我代表军部 授予你大东亚圣战荣誉新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仓君 你是帝国军人的典范 是帝国及我器重的军人 多谢将军 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南儿当马哥果师 此当身为帝国军人 立当为帝国圣战学洒战场 高仓君 古阳县是大东亚圣战的后方军需重镇 古阳的守卫极其重要 军需重镇需要有一位有能力的人来坐镇指挥 你是个中国通 派你去守卫我才放心 你的责任重大呀 可是将军 次郎的位置应该在前线 高仓次郎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你不会叫我失望吧 是 高仓君 到后方也是在为帝国作战 没有稳定的后方 前线的部队怎能安心作战 后方也不安定 拔路军游击队频繁破坏 你的任务是要剿灭当地游击力量 保护好后方军需物资 你的明白 请将军放心 高仓君 努力吧 不过 你是有什么要求吧 将军 次郎是否可以带自己的人手去古阳 人员你自己选择 并且古阳守备司令部军官的任免和处置权 都归高仓君这样满意了吧 多谢将军 队长 队长 说什么呀 天才下来了 小马同志 有什么话 慢慢说 先喝过水 队长 师长员 鬼子的重兵运输队让人给炸了 你说什么 鬼子的重兵运输队让人给炸了 谁干的 老小王 咱们这一带除了咱们独立纵队 没听说有其他兄弟部队啊 小马 知道哪支部队多少人吗 这个不清楚 就听说鬼子死了不少人 嘿 连个人眼都没抓着 哎 物资搅和了没有 对啊 物资 袭击运输队的人 没搅和物资 就光杀了很多鬼子 事干的倒是挺漂亮的 但这不像是我们这队伍所为啊